民眾荷包又要縮水了 行政院主計處8號發布 六月消費者物價指數是 104.44 年增1.64% 從去年到現在民生物品居高不下 油費漲 瓦斯費也漲 現在吃的都要漲了 像是今年六月雞蛋產地價格 每公斤49元 比照去年同月每公斤37.4元 上漲31% 豬肉拍賣價每公斤79.8元 比照去年同月上漲24.7% 雪產品的部分 因為年初含流導致養殖魚類成長緩慢 平均批發價格每公斤112.5元 比照去年同月上漲12.8% 白肉雞因為豬肉漲消費替代效應 產地價格每公斤50.1元 比照去年同月上漲11.3% 雖然不少民眾大喊吃不消 但是對於有殺豬文化的布農 泰雅等族群來說 不會受到影響 因為族人說這是傳統 不會因為漲價而停止或減少 雖然族人嘴上說還不太影響 但是平常到市場買豬肉 還是認為豬肉變貴 看來菜籃族可要再多 為荷包金打細算 多改選購當季蔬果 或沿海冷藏類 如吐脫 剝皮魚等漁獲 記者安算 島秀新北市屋來採訪不到